今天的推介是招金1818 簡選原因是台海局勢升溫 風險慰納下降 恆指創5月以來的低位 除了台海局勢之外 港股受累於衝蓋股對退市的風險 耐防債務等負面因素的影響 持續呈偏弱的情況 金價近日受到支持 可以關注招金1818 招金是純黃金礦商 認為對金價轉變最敏感 市場預期在2023年中之前 美聯儲將會放換加息部份 金價的壓力減少 瑞信說如果金價上升10% 預料招金今年每股盈利預測 可以提高13.9% 對比山東黃金和紫金 每股盈利預測各提高10.3%和6.3% 給予招金跑贏大事的投資評級 目標價是8.9% 走勢方面招金近日突破6月以來的阻力 大約是7.4% 昨日收報7.5% 逆市升1.2% 策略上 有貨的投資者可以在7.4%或以上持有 目標是看8.9% 這是參與瑞信最新給予招金的目標價 這亦與主要大行給予目標價 平均8.8%相約 未有貨的投資者建議後6.8%以下吸納 直播率更加高 跌穿7月份低位大約6.3% 我們就要止血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